2024年度施政报告 延续卫民措施,保障居民生活 特区政府重视民生,将延续各项卫民措施,增进居民福祉 预算开支,合共约287亿澳门元 合资格澳门居民的非强制央值金个人账户的一次性启动金维持1万元 并向所有合资格居民个人账户额外注入7000元 继续实行现金分享计划 向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1万元 向非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6000元 向参加内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津贴计划的合资格本澳居民 作出上限为1000元的津贴 鼓励优生多育 父母双方可同时申请出生津贴5418元 医疗券、电费和行常性水费补贴 全民车资优为持续实行 鼓励终身学习 2023至2026年度 持续进修发展计划 给予每位合资格居民上限6000元的资助 关顾长者和约细群体 径老金每年9000元 养老金每月3740元 维持最低维生指数为一人家团4350元 面向约细家庭和残疾人士的各类支援措施将会延续 在青州区内 筹设一间残疾人士综合服务中心 为16岁或以上的智力障碍及自闭症人士 提供展能、职业康复、高功能自闭症支援等服务 合共新增225个康复服务名额 受资助社会服务设施 每月定期资助中的工作人员开支资助 调升3% 关外学址 坚持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学费援助 善食津贴、学习用品津贴 以及继续向所有学生发放各类津贴 作育精彩 在2024、2025学校年度 教学人员专业发展津贴 由每月3100元至11790元 直接津贴 由每月3100元至6550元 2024年持续对雇员减收30%职业税 一般雇员免税额为144000元 向缴纳职业税的澳门居民 退还2022年以缴纳税额的60% 金额上限14000元 对于工商业者及相关人士 相应的税费豁免或扣减措施继续维持